你喜欢吃什么?不喜欢吃什么? 我喜欢吃面食,比如面条、包子和饺子。 我们家的早餐常常吃这些。 我也喜欢吃面包,但是我们很少在家做面包。 我们一般去面包店或者超市买面包吃。 我喜欢吃中餐。 我平常在家都吃中餐。 除了面食,我也爱吃米饭、鸡肉、牛肉、海鲜和各种蔬菜。 我很爱吃意大利菜。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,我喜欢去意大利餐厅。 我最爱吃披萨、意大利面和意大利饺子。 我最喜欢的水果是香蕉和橙子。 我也比较喜欢吃苹果和葡萄。 我最喜欢的饮料是茶和咖啡。 甜食,我最爱吃黑巧克力。 我不喜欢吃的东西,我不喜欢吃太甜或者太咸的东西。 我还特别讨厌吃薄荷。 因为如果食物里有薄荷的味道,会让我感觉在吃牙膏。 我早餐喜欢吃什么? 我早餐喜欢吃面食。 比如,面条、包子和饺子。 我喜欢吃面包吗? 喜欢。 我也喜欢吃面包。 我平常会在家做面包吗? 我很少在家做面包。 我一般会去超市或者面包店买。 我在家吃中餐还是西餐? 我平时在家,喜欢吃中餐。 那在外面吃的话,我喜欢去中餐厅还是西餐厅呢? 在外面吃饭,我常去意大利餐厅。 我喜欢的意大利菜有哪些? 我喜欢披萨、意大利面和意大利饺子。 我喜欢吃哪些水果? 我喜欢的水果有香蕉、橙子、葡萄和苹果。 我喜欢喝什么饮料? 我喜欢喝茶和咖啡。 我喜欢吃甜的吗? 我不喜欢吃太甜的东西。 我最喜欢的甜食是黑巧克力。 我不爱吃什么食物。 我不爱吃太甜或者太咸的东西。 我也不喜欢吃薄荷。 为什么我不喜欢吃薄荷呢? 因为薄荷的味道会让我想到牙膏。 吃薄荷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在吃牙膏。 你喜欢吃什么,不喜欢吃什么。 我喜欢吃面食,比如面条、包子和饺子。 我们家的早餐常吃这些。 我也喜欢吃面包,但是我们很少在家做面包。 我们一般会去面包店或者超市买。 我很喜欢吃中餐。 我平时在家都吃中餐。 除了面食,我也爱吃米饭、鸡肉、牛肉、海鲜和各种蔬菜。 我很爱吃意大利菜。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,我喜欢去意大利餐厅。 我最爱吃披萨、意大利面和意大利饺子。 我最喜欢的水果是香蕉和橙子。 我也比较喜欢吃苹果和葡萄。 我最喜欢的饮料是茶和咖啡。 甜食,我最爱吃黑巧克力。 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很少。 大多数食物,我都可以吃。 但是我不喜欢吃太甜或者太咸的东西。 我还特别讨厌吃薄荷。 因为如果食物里有薄荷的味道,会让我感觉在吃牙膏。 然后再来吃一份饮料。 因为这里的饮料。 然后再来吃心这里的饮料。